拆墙 补墙 刷油漆 这个case呢是在万锦 上次呢过来帮客人看了一眼 车库漏水 然后找到原因 今天呢就是过来把这些 洞给补上 然后屋内呢还有一个 屋内还有要修的 closet里面的架子 拆掉然后补平 刷油漆 这个case得要两次 就是这样 ok 这个是门口 门口的架子呢 架子拆掉 拆掉然后批灰 然后都是做一下 这个漏水呢都漏到这里面了 所以把这一块都要处理掉 别漏到外面了都有黄字 所以这个是跟着 choco一起来做这个货 就是这样 ok 这是门口的一个 刚才那个架子 拆的稀巴烂 都拆都拆完了 那脚呢也都被破坏了 要不重新来修复 这边呢 外边也是 都是潮的 还是潮 潮了之后 还可能得拼好灰的话 然后得隔一些日子再过来了 就是这样 ok 这个choco呢 洞给它补上了 然后把灰也披好了 就够了 就披到这块了 就再动了 就是这样 ok 这个closet呢 已经披好灰了 过几天了 因为还有点潮这墙面 过几天再过来 然后做 扫灰和刷摇器的动作 就是这样 ok 这个隔了好几天 来到了万锦 然后把这个衣橱呢 做了finisher 收尾 这原来呢 这是一排 两排 三排架子 都给拆掉之后 重新劈灰 然后重新刷油 现在已经完成了 门口这块 也是 都完成了 原来这是漏水 漏水 这是漏水 现在有些气还没干 漏水 现在都漏完水之后 等砖油都干了 然后再修补这些 把不好砖油都拿走 然后重新 放的砖油 然后劈的灰 刷的墙 就是这样 OK OK 然后再修补这些 再修补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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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修补这些